年髮族律动舞蹈 秀出活力 黄章玉阿嬷已经100岁 台中慈激医院推动高龄友善社区关怀 岁末成果展气氛热闹 将近500人共襄胜举 阿公阿嬷动起来 上台之前加紧练习 台中慈激医院社区健康中心深入社区 像是推广书时办医疗讲座都很受欢迎 副理师来我们这边用药的圈导 让我们这边长辈有更多的正确的用药 老人家都没有特色了 所以说最近的最新的地形他较不了解 就是要租借我们这边来给我们制度 希望老人家老了以后能够发挥他们剩下的良能 也能够照顾自己 照顾家里甚至贡献社会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高龄长者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生活更有意义 大爱新闻郭林万光辉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见